好,来我们看一下利用前面的程式码来做一下举回归的这个例子 第一个呢,m等于20,然后随机总值呢42 然后呢,我们这个随机乱数,均匀分配0到1乘以3就变成0到3 所以这地方是0到3 然后呢,它的点数呢,是20点 y呢,是什么?y是一条直线,1加上0.5x 然后加上一个这个,这个常态分配,然后再除以1.5 所以它会直会,这个直会,会一条直线上面往上下飘 然后呢,我们就利用前面一小节讲的这个pramodel 我们现在给它的这个参数呢,是这个ridge 然后我们多项式呢,是force,代表没有,我们要用直线 force的意思 那alpha呢,分别是0,10,100 所以如果0的话呢,就这条直线,有没有看到 那alpha等于10的话呢,就是这个绿色这条直线 alpha等于100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现象 你限制它这一个一次项的系数 那它为了避免呢,让它有惩罚 所以一次项系数就变小 那它就会接近平均值 那这个平均值在多少?在1.5 这个地方 那所以这还是一点点的斜 代表说呢,这个直线的一次方的系数呢 不是,不是0 接近0,但是不是0 很小,所以这个斜率呢,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正规划呢,对这个挤回归 对于你的这个系数在选择的时候呢 它呢,就产生一个重大的这个影响 它就不要让它变动那么大 限制它 那我们再比较一个例子 左边的是线性回归,就是直线 右边的是多向式,磁是多向式 所以如果你不去限制它alpha等于0的时候呢 它alpha就开始这样子上上下下,开始飘了 那你alpha呢,给它加一点点 10的负5次方哦,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呢 它从这边开始 然后呢,上来之后呢 就维持在一个这个很小的这个幅度上面 它就波动就不会那么大 然后如果alpha等于1的时候呢 alpha等于1不得了了 它这个基本上就会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是alpha等于1的时候 一开始呢,就会来到一点多 那增加的alpha呢 会使得你的这个函数比较平坦 不会那么极端 也就是说不会那么极端 比较合理的预测 那这个当然有 这个这样子做,当然有它的优缺点 你降低你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变利数 但是增加了它的这个BIOS BIOS就是你预测的这个误差 一个是变化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数比较有感觉 如果你用线性回归 这是它的拮据 这个是它的细数 一共有1234567890 它是14多项式嘛 所以一共有11项 那如果你用bridge alpha等于1的时候 它就是红色的线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14多项式的系数是负1.3 这个只有0.004而已 你看这个值全部被抑制住 有没有看到 变得比原本的数字小很多 所以它的变化呢 就不会那么这个dramatic 那么戏剧化 比较平缓一点 那平缓的时候你追踪这个当然追踪的效果呢 就不会像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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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误差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误差呢 14多项式的误差在这个地方 比较小 好